熟悉的黑皮衣配简单T恤 会答执行长黄仁勋 16号巧巧现身宁下夜市 一来直接往水果摊钻 吃完怀念的姜汁番茄 再继续大胆豆花 豆花店前面怎么排了好多人 好像是黄仁勋的这个背影这样子 哇难得巧遇就远远在后面拍照这样子 那看到我们拍照就走过来 问我们说要不要一起合照 一如以往超清明作风 对民众合照几乎来者不拒 惊喜不惑野生黄仁勋的律师 陈正伟一家大嫂也很兴奋 拍完照抢着请客 看到他远远走过来 然后我们本来在排队就跟店家说 能不能先给我们插队 那我们要请人家吃这个爆浆鱿鱼 然后店家就听到说我们要请人 那就赶快先给我们 鱿鱼是我的口袋名单 那我觉得可以跟偶像分享 我觉得就予有容烟这样子 黄仁勋默抵台 又无预警现身台湾夜市 外界推测因为原定16号 在以色列的AI高峰会紧急取消 黄仁勋才提前返回台湾 18号将为鸿海科技日站台 这一周也不排除能合体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那个时候他还预备去以色列 所以刚刚现在的概念改变了 是有点怀疑我们会见面 AI教父惊喜现身 尽管私人行程保密到家 但绕一圈夜市超高人气 已经再度刮起一阵 皇室旋风 这一期新闻跟我们新参与 如常报道